你是否在生活中因为繁杂的充电线而困扰过 你是否在开纯电动汽车的时候 因为找不到充电桩而陷入里程焦虑过 电力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舒适 然而当舒适度需求满足了的时候 人们就会去想提高便捷程度 隔空取电便应运而生 这里是知识TNT 无线充电比起有线充电来说 最大的好处就是方便 一个地方电气越多 连接插头和设备之间的线也就越多 在家里的时候 如果家里有小孩或者宠物的话 冗杂的线堆在一起 还极有可能造成意外事故 拿手机来说 如果能在这个领域成功应用无线充电 一举就有效的解决了手机型号不同 充电线不同无法共享续电的尴尬 而这样的发展趋势也是必然的 以前手机没电只能拿着充电器 到有插座的地方进行充电 后来慢慢有了具备续电功能的充电宝 再后来商场超市都配置了共享充电宝 而私人的充电宝已经发展到了把手机靠近贴着充电宝 不用连接充电线就可以实现充电的阶段 充电的速度也堪比有限的快充 除了手机 无线充电也用在了新能源汽车上 环境问题一直是国际上的常态化问题 为了尽可能的降低环境污染 保护人类家园 汽车行业也一直在努力开发除了汽油以外的新动力 当前除了大家都知道的特斯拉是充电型汽车以外 我们国家的武林宏光 小鹏 吉利 比亚迪等汽车公司 都已经上线了多款电动汽车 武林宏光更是凭借乖萌小巧的外形 获得了国内外女士的一致认可和购买欲望 电动汽车已经上线了很久 无线充电的汽车也在研发和小范围的测试中 试想一下如果无线充电顺利运用在汽车领域 今后我们开电动汽车的时候 只需要将车开到固定位置 以地面充电板为媒介就能给汽车喂食 无论是安全系数还是便捷程度都要优于有线充电 不过好处多归多 但目前技术和应用场景都不算成熟 现在虽然具备了无线充电桩的建造技术 但是市面上的各类充电型汽车 还没有找到可普及有效且安全系数高的接收设备 在国外的汽车公司中 适用于特斯拉所有车型的无线充电装置 在2016年4月开始发售 而我国预计要到2025年左右 才可能正式进行商业化运营 尽管说无线充电在类似于汽车这种 精细化程度要求高的领域 仍处于探索应用阶段 但是对于我们日常的小型电子设备来说 当下的无线充电技术已经绰绰有余了 现在市面上推出的电动牙刷 电动剃须刀 电子出容笔 电动手表等电子产品 都已经出现了无线充电的模式 这项好处多多的技术 也已经开始运用到了医疗 政务等领域了 无线充电是怎么实现的 人们行走在无线充电的世界 会不会受到辐射呢 说到这 我们得先知道电产生的原理 从理论上讲 电是在电荷禁止或移动的过程中 所产生的物理现象 这种现象一般发生在特定的场域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所谓磁场 在磁场中 正负相反的电荷 通过移动的方式 在接触后两者发生作用 从而产生了电 打个通俗易懂的比方 正负相反的电荷相当于一男一女 两人在接触后彼此都有好感 这个时候 双方之前的禽塑和联系 也就可以看成是我们理解的电 中学物理讲过 磁生电 电生磁 无论是电的形成还是磁场的产生 都有时空的限制 脱离了特定条件的时间和空间 正负相反的电荷 就无法在对应的磁场中生成电 电也无法通过特定的条件 让自己成功转化成磁场的一部分 像电动汽车充电桩 如果要实现大范围的 无线充电模式的话 就需要按照磁场的辐射范围 来定点定量 安装无线充电设备 如果某一个地方没有配备可供无线充电的磁场设备的话 也就无法实现电动汽车的无线充电 整个过程就是在无线充电设备里 将交流电转成磁场输出 而汽车的无线电设备 将接收到的磁 转成交流电给设备使用 这样就实现了无线充电的一个完整过程 目前主流的无线充电方式主要分为两种 一种是我们生活中能接触到的 距离近范围小 基于法拉第电磁感应原理的 强偶核电感式无线输电 这种方式多运用于充电宝 电动牙刷 电动剃须刀 电子出容笔 电动手表等电量需求相对较低的设备 另一种则是大家未来所向往的 距离远范围广的 弱偶核磁共振式无线输电 多用于汽车无线充电 医疗人体供电等大功率 高精度的领域 就像新媒体的形式层出不穷一样 无线充电除了之前提到的 已经存在的便利以外 对于人类未来的发展 也是一项极具变革性的技术 对于环境来说 无线充电设备可以将产生电的步骤 加上环保的环节 收集光能 风能 水能等自然资源 以此转化成可供人们使用的电源 在汽车无线充电的区域 通过电源接收和发送的装转设备 将转化完成的电 发送至汽车接收设备 在医疗用电过程中 通过增加供电的稳定性 来保证医疗仪器的正常运转 无论是哪个领域 环保转化以供电的形式 都大大缓解了环境恶化的局势 对于道路交通来说 无线充电的形式 能够减少路面上设置的红绿灯 电动警示牌 在一定程度上 扩宽了道路 缓解了城市交通堵塞的现状 除去宏观层面上的诸多优势 从我们个人角度出发 无线充电可以保持桌面整洁度 家居美观度 有效地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和工作效率 社会一直在进步 我们的需求也一直在增长 无论是研发人员 还是各种技术 出发点和落脚点 都是为了满足大众日新月异的需求 无线充电技术 作为满足需求才出现的产物 在当前虽然仍处在探索应用阶段 但是根据我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 以及当前各类电子设备的不断更新情况来看 无线充电在未来 无论是汽车 还是医疗等精细化程度高的领域 它所拥有和能够占据的市场 大概率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强势新军 知识TNT 专注你不知道的实物科普 我们下期再见